那我請教時聰 另外一個國際間現在高度關注的是 包含停臺的美國議員都直接定調 臺灣的未來是全球的未來 那臺灣在這一個時代裡頭 確實非常重要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全國全世界都表達對臺灣的這個支持 特別是最近有一位議員 這是美國共和黨籍的議員巴爾 他這個投訴到美國的這個報紙上面來說 他提到他對臺灣的這個力挺的態度 他說雖然說他要出訪到臺灣 參加賴清德總統的就職的時候 被北京不斷的抗議 但是他還是如期的出發 因為他認為美國應該要表達上面 對軍事外交還有經濟上面 對臺灣的這個支持 而且因為臺灣在前線對抗中國 那他說不只臺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 也對美國來說的話 是第八大的這個貿易夥伴 他提到就是說 臺灣生產超過全世界90%以上的先進晶芯片 同時臺灣海峽約莫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船隻會經過這個地方 那尤其是一旦的美國這個沒辦法保護臺灣 那臺灣丟掉了這被中國掌握的時候 中國的潛艇或是中國的武器 可以快速的進入太平洋 這會讓美國呢 他在這個亞太的夥伴 可能就完全會有消失的可能性 那也會讓中國在整個亞太地區呢 更有權力去說話 特別是說跟他有領土爭議的 像菲律賓啊 中國啦 印度等等 他更有那個所謂底氣去跟他們對抗 那尤其他特別警告 他說對我們美國人來講 我們要知道 一旦台海發生作戰之後呢 經濟會在數個小時之內崩潰 所以也就是說 他講了非常多 萬一臺灣不見的時候要怎麼辦 他說好消息是 目前為止美國有透過不斷的法令 包括說美國有一個叫做 增強臺灣的韌性法案啊 另外一個在印太安全的這個補充法案裡面 他有撥款 撥款來支援臺灣 所以看起來的話 美國還是持續表達對臺灣的這個支持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目前為止來說 也加快給我們臺灣武器的這個進度 最新的進度是美國公告說 我們要跟這個美國買的 包括說像720套的彈簧刀 300的油彈無人機炸彈 另外還有包括說291台的 Altis的這個所謂的600MV的這個無人機 這已經可以快速的來到 這是美國在拜登總統任內的第15次的這個軍售 那這兩個其實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美國目前為止 在構畫一個就是如果假設 中國要登陸臺灣的時候呢 他會把海峽的這個作戰區域變成所謂的地獄景象 那這地獄景象來說 美國的規劃裡面是設計各式各樣的無人機 無人艦艇來攻擊中國 然後讓飽和攻擊 讓中國的所有的軍隊呢 在這個所謂海峽遇到 就是類似這種所謂地獄的這個景象 那這裡面來說 當然美國有非常多的這個 他們已經展開了大規模的無人機艦的這個計畫 那包括說他們還有所謂的複製者計畫 那複製者計畫裡面還有什麼相關的作戰載台 都在完成之中 好這個部分是美國 他們未來要規劃的部分 但是台灣呢 我們台灣主要購買這兩款 一個是這個遊蕩炸彈 遊蕩炸彈就是我們可以飛過去之後呢 他在空中翱翔之後 看到他認為可以攻擊的 他就直接會去攻擊 所以這個針對中國的小型目標 但是ATIUS呢 它是什麼呢 他其實是比較遠程的飛行物 某些程度來說 他飛出去之後可以當成是台灣未來 就是我們的小區域規模的一些訊息的收集 這個部分 那訊息收集來之後呢 我們或許未來可以把這些資訊 再傳給美軍的複製者計畫 然後用這樣來攻擊中國 所以我覺得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美國現在也知道說 的確要加強台灣的 特別是在無人機產業方面的這個發展 那也因為美國賣給我們台灣這個武器 中國當然很生氣啊 中國他這幾天的時候派了36架的軍機 來三面繞台的一個狀況 甚至呢 他們又把這個運輸艦呢 這個運輸機呢 也到這個我們平潭島附近去繞來繞去 所以看起來的話啦 就是外面的這個世界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中國跟菲律賓呢 現在緊張的這個關係 兩岸之間也是很緊張的這個關係 但是我們國內呢 在吵這個所謂複裔案 那這個青鳥跟藍鳥的對決呢 這是我們台灣目前為止 大家focus的主軸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